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小蜗牛赛景图 我是岛主 我的房车配了一个发电机 发电机是需要汽油的 汽油从哪里来呢 先为大家介绍一款神器 就是抽油的油管 我准备用油管从前面的油箱里直接抽油 这样就不用额外再备一个油箱来比较麻烦 而且加油确实也不好加 有些加油站是不比加的 来看一下啊 哇 这么粗的 这个接法也应该是蛮简单的 好像花了几十块钱 二十多块钱了 钱是不多 就不知道好不好用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因为它没什么原理嘛 就这么几个东西 这是几个夹子 然后这应该是个应该是个阀门啊 然后这就是一个吸油的了 就这些东西 我量一下应该是这样插 插车里这么深应该可以了 出来这么深也应该够了 好 就这里 走吧 昨天试验那个发电机的时候 我是用那个一根管用嘴用嘴吸出来的把油 吸了一嘴吸油 所以赶紧就买了一个这么个东西 看看好不好用 好 拿了油桶 现在去打油了 好像不够长 两位 我们感觉有点短 短了 都没沾到油吧 这就比较尴尬了 这就比较尴尬了 箭头吊过来 还好弄的一面长一面短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好浓的汽油的味道 记得老爸好像给了我一根油管 我有油管呢 不行 放个长的去 就是我原来的水管 应该可以用 也抽出来了 好像还是查的不够深吗 初步怀疑是还是那根管有点短 失败 我去找个长一点的管子接一下试试 OK 我们现在又换了一根长管子 试一下 这管子应该有1米2 1米2左右 1米1米2的样子 没想到这个油箱这么长的 这么长应该不会吧 好 来试试 好 来试试 好尴尬呀 它这里有个箭头 还不能抽反咯 我弄反了 好 还要线 还要线 好 现在试一下 哇 好用了好用了好用了 所以应该放倒一点 对 就这个意思 好了 OK 实验一下用不了几升油 我去吧 这个也是几升呢 七升的油箱 我给它吃 成功 嘿哟 差不多了 转上了 哇 这个油管里有的很多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房车那个搭电机 我们要背着一个抽油神器 从我们前车的油箱里抽油 有这个神器就可以了 网上都有卖给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是终于不用可以用嘴吸了 所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载警图 也有同步的发布 关注小蜗牛载警图 我是导主 一直在路上 这就是这个子 那么好 现在的就是这是 对 这就是石头 为什么